因为高血压我们首先是考虑血管的形成 血管的形成是形成血压 首先一个血液成分 那么血液成分比较贵浓潮 还有血管的收受压力过大 这些影响这个成分的 我们都会要考虑 第一个我们就说饮食过量的话 我们它会加重饮食负担 尤其是油的食物 包括肥肉、内脏 还有这种油之类很大的 我们所以应该禁忌 因为这样的话血液比较浓潮 就会血压高 第二个我们讲一个 还有血液比较浓潮的盐 那么咸盐的话 它会导致血液比较浓潮 比如说盐菜、咸菜 还有就是说 比如包括盐肉 比如包括拿肉 这些都是含盐量比较高的 第三个我们还要考虑 比如说我们引起的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比较容易引起血管扩张 或者血管比如说压力过大 比如说我们可以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压还有风险 它会如果血压突然升高 那么比如说酒 它会高血压 它会引起血管破裂 所以过度新热 燥热食物 包括酒类 还有包括什么 农茶、咖啡 这类引起具体兴奋的 它增加血管 可以增加了高血压的风险的 这些食物我们也要禁忌 所以高血压 我们围绕 本身是个血管的风险因素 和血管的危害 那么这些对应的食物 我们都尽量少碰 好吧 我们这个地方 明天啊 秋天 很有趣的 美箱 、「顺热镜疑 배烧感ным封 Something else 虫天 牛肝 超 有亏 超 我们 海中